零分零分还是零分 白雪你怎么回事 这事太让我失望了 我和妈妈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道题目都做错了 一百分一百分还是一百分 妈妈你看 我考了三个一百分 大宝 你太棒了 我要给你做好吃的 妈妈谢谢你 多亏了那只神奇的魔法饼 小妹 为什么这次考虑我全是零分 这也太奇怪了 一定是有人打鬼 我们一定要查清楚 竟然考了满分 我就是个天才 怎么样 你们羡慕吧 大宝 你只考了一次满分 有什么神奇的 你们看 好大的兔子 童话王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兔子 快跑 兔子过来了 兔子跑得也太快了 快去我家兔子 我家的房子怎么变小了 白雪 你可回来了 我刚出门 咱家的房子就变成这样了 我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兔子 房子 这真是太奇怪了 好热 我都出汗了 太阳变得好大呀 这 这又是怎么了 完了 一定是世界末日要来了 我要赶紧去告诉微却妈妈 大宝 你别大叔说 不行 我得去阻止他 这是什么 原来是大宝的一百分试卷 大宝怎么突然扛满分了 我要好好看看 我好疑 我是妈妈 你们要相信我 真的是世界末日要来了 怎么会这样 大宝说的不对 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快告诉我们 其实 这一切都是大宝在导轨 小妹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做 你不信 那就让试卷是你的吧 原来 是你们捡到了 对 这就是我的一百分试卷 怎么样 羡慕吧 大宝 你先没高兴 你的试卷全是错了 怎么可能 我可是考了满分的 那咱们 就看看你试卷上写的什么 兔子的身高是十五米 对啊 我写的没错 大宝 兔子那么小 他的身高应该是厘米 怎么会是米呢 是这样吗 第二天 白雪家的房子是五什么 你居然写了分米 这是不对的 我家的房子那么高 应该是米 我又错了 第三天 地球的卫星是什么 你居然写了太阳 大宝 地球的卫星是月球 你竟然这人下错了 你的一百分 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他肯定是在考试的时候 兜兜失了魔法 结果 不仅自己考了一百分 也让兔花王国 变成了他写的那样 原来 是因为大宝 把地球的卫星 写成了太阳 所以 太阳才离我们这么近 皇后妈妈 就是这样的 大宝 你还不说实话吗 我 我说 我考试时 使用了魔法笔 这样 不管我写什么 老实都会当成正确答案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写的会变成真的呀 我知道错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既然 你不是故意的 那我们就原谅你 但是 你要用魔法笔 把时间改过来 让兔花王国恢复原状 我现在就改 小朋友们 你们要诚信考试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作弊呀 我们下次再见